国际资金包括了外资 怎么样看待这场台湾的总统大选 到底是期待多还是担忧多 我们从整个台积累的走势 似乎就可以纵观全局了 从11月大概中旬到现在以来 几乎都是如如不动 好很有名的非常知名的 AI外资操盘手 在昨天也跟大家承认说 最近在减持台积累的持股 为什么呢 担心的是地缘政治 还记得吗 跟之前股神巴菲特讲的如出一彻 那既然下个礼拜 我们选举的变数解除了 台积电礼拜四 适逢要召开法说会了 到底有没有办法化解国际资金 对于台股的担忧 客人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怎么从下个礼拜 护国神山的法说会 我们提前来告知台股的新方向 好确实 因为如果就上一段的时候 明昊老师有跟大家说明过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样头影片 其实这是一样的数据 因为如果他刚刚是说在民选的开始 那我们这边的话 是帮大家统计五届的总统大选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前五天 不用特别管他 因为他涨跌户戒 那在后十天 甚至是后二十天的话 这边分别有六成和八成的涨幅 所以你算出来也是跟刚刚明昊老师 统计的一样 之后的一个月 几乎都是上涨的几率比较高 不过我这边还是跟大家做一个更细部的解释说 万一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外突发事件 因为二零零四年那边有两颗子弹事件 所以那些是跌的 然后呢两千年的话是有Covid-19 那所以他在选后 就选后的时候 就是分别跌了3.9% 一个月的时候是跌了3% 所以扣掉这种突发的意外的事件的话 我认为在选后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乐观看待接下来的行情 尤其是在刚刚朱华讲到的 如果台积电在下个礼拜 要召开他的法说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台积电来研判 接下来台股的方向 好怎么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的走势 在预告什么样子台股方向 好我这边先下一个表 就是台积电永远在辛苦自己 但是他永远在照亮别人 怎么说 因为他永远在讲一些重要的 一些产业的方向 比方说他在十月份的那次法说会的时候 他是讲说 我看好明年就是2020年今年了 那今年的半导体的景气的展望 是健康成长的 甚或是说他有讲到 在手机跟PC看到了早期的复苏的讯号 结果当这讲出来之后 哇结果手机也飙 PC也飙 然后整个半导体也呈现 星星向往的一片形势 那但是呢 如果以台积电自己的走势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画出来两条线 就是不会动的两条线 他就是被困在530块 到接近600块这个区间去做一个震荡 那同一时间被他点名到的产业长什么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他除了从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始看好 AI啦 HPC啦这相关的部分的话 在四星KY就被他一点名之后就变股王了 你看好他讲完之后 他从6月到7月行情是这样 来股王6月到7月 哇一路飙 1500飙到了3800 真的是真的是 那另外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因为其实台积电他就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 外资的提款机 然后呢他也是互盘的工具 不过我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说 如果你看到去年的10月在台积电召开罚说会之后 外资的买超的幅度累计起来的话 其实有高达了25万张 什么样的概念25万张 因为其实我相信在10月开始那次罚说会 因为开始外资也认为 其实台积电开始看复苏了 甚至他本来就是一档很重要的先进制成 全球领先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如果台积电变成是外资开始看好的部分的话 他们才会愿意去做一个大幅度的积极的不断的买超 但同一时间我们也有我们的护盘工具 我们的国安街星也好 或像是一些官股券商也好 他们在这段时间以来都是用互跌 但是不拉台的方式 所以当台积电一涨 外资在买的过程中 远远不断的这个卖压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他辛苦的地方 但也刚刚说到的 反正他点名的就好好留意一下 像世新也翻倍了 那另外的话呢 他在去年6月的时候 法说会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AI的需求 带来了COAS的产能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扩产COAS 结果COAS相关的像星云也好 万润也好 像洪硕也好 就突然从那个时间点突然变标股 翻了一倍 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台积电 他试出来的方向 给大家一些所有产业的展望 甚至你可以找到一些 我觉得有机会变成标股的各个民族群 甚至像到今天为止还在创高 这是今天大涨了7.7%的讯刑KY 那讯刑KY的话也在10月份台积电那次法说会 甚至他有讲到就说 我们看好的是未来的矽光子 他传输的效率可以取代现在目前的铜 所以结果那时间点开始的话 一些相关的光通讯也好 像这个讯刑KY也好 也都在这个时间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飙涨的幅度 好谢谢台积电 辛苦了自己照亮的这些人 就是过去世了 你刚才讲到的重点 台积电的说法永远引领了大家的方向 台积电下礼拜四召开法说会了 可能哪一些说法值得我们关注 好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最近发现说 最近这几天有去问台积电任何问题的话 他都告诉你一句话 揭墨期 对揭墨期不能讲 所以你看像这边熊本二场 原本在传可能二月二十四号开幕 结果台积电说揭墨期不能讲 然后呢三场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要揭了揭墨期不能讲 所以我们帮大家来揣测一下 有可能我觉得法人圈正在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积电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会说出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会点出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找寻到的一些标股的部分 好先看一下塞纳米的量产 目前的他的最大客户 其实就只有苹果而已 那大家在关注说到底苹果之外 因为你台积电一直在扩塞纳米 那三奈米一定要有客户 他才能扩产 所以大家会想说 到底像回答也好 甚或像是超微 像联发科 他们现在目前的头片进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也攸关到他的先进制成的 一个成长的幅度 甚或是攸关到他的毛利率 因为如果这个时间点 他的头片量是少的低的 那可能就会先有学习曲线的问题 比方说先下后上 可是如果当一个量产产出来之后 他就很有机会带动他的毛利率的提升 所以这一次的法说 我们要关注到 有没有提到这些厂商的头片进度 如果有比较积极的说法 先加一分 对 没错 所以三奈米的部分 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因为后面有追兵 像英特尔也好 或像是三星也好 都在后面苦苦追赶中 那所以台积电必须要把他的自成 持续往前领先 到2奈米 甚至2奈米以下的进度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 因为他之前有在讲说 2025年他会去量产2奈米的进度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可以让他保持他的竞争优势 那另外的话呢 在1.4奈米的这块 有可能会在2026年 所以他可能会讲一下 目前的研发的进度 或者是设厂的规划 所以从3奈米到2奈米 甚至以下 这个奈米制程的话 都是让台积电能够保持 他长期竞争力很重要的两个议题 OK好 所以这个竞争力 如果有讲到这件事情 还在进行这个规划 似乎有了新的进展 再加一分 是的OK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可能是反而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去年2023年的时候 他的资本支出 本来大家在传说 会不会因为美国厂的地延而下修 结果他说没有 我们没有要下修 然后最近这个声音又跑出来了 因为美国厂还是还在delay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大家想说 到底2024年 有一个说法 就是有下修到300亿 甚至300亿以下 那假设如果真的下修到300亿左右的话 我认为可能会对他的设备厂 会有一些比较短线上面不利的影响 短线上不利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 因为必须要先反映那个下修嘛 可是呢 其实如果就大家都已经觉得说 你可能就要下修 可是如果你没有下修的话 反而会有利多的一个效应出现 所以300亿 我认为会是一个 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数字在资本支出的部分 如果没有下修的话利多解读 如果有下修的话 你刚刚说就算影响也是短期的影响 对因为他毕竟他终究还是要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 所以他只会递延而不会消失 影响的是设备厂商 是的 这资本支出 那COWAS的产能 COWAS的话我觉得蛮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如果就现在目前的AI晶片来说的话 包含像是徽打也好 包含像是超微也好 他们只要投片投在台积电上面的话 都一定是用COWAS制程 所以COWAS他现在目前的话 如果就台积电之前的说法在2023年年底大概一个月是1.2万片 那如果以到2024年来说的话 有机会翻倍到大概2.4万片一个月 对今年今年今年 那因为他的七月份法说跟十月份法说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说这个需求 因为COWAS的产能的需求 或者要不要扩产的需求的话 就攸关于AI 所以AI好不好就看COWAS要不要扩 那假设如果他的扩产的这个动能持续不断的话 那我觉得我可以乐观继续看待未来的今年 甚至明年的AI的升上动能 所以在COWAS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关注跟AI的联动性 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其实车用需求很辛苦 因为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车用都还在调库存 那看看台积电能不能对车用的这一块 释出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明确到的方向 到底什么时候车用相关去做落底 我觉得台积电讲出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就很有机会带动能不能落底的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我们选股方向的话就是以先进制程 然后呢甚至是三奈米跟二奈米相关需求 甚至像是AI相关的先进封测的这些相关的个股 所以我们帮他点出几档 有机会来去做台积电下个礼拜的受惠的相关个股 那第一档个股的话我选中砂 那原因是因为他现在目前在三奈米的钻石铁 已经量产了 然后呢如果未来在二奈米制程 他能够去做切入的话 其实他对他的未来的升长动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另外的话两档个股的话分别是万润甘跟星云 那这两档个股有点像 但是不太相像 我们待会用操作提醒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AI的部分的话 因为事情已经创高了 而且他比较贵 那我觉得可以用看着股王的方式去做他的收惠股 那创意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说到股王已经创高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隔壁邻居 就是同样是台积电小孩的创意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操作的部分 那其他像是先进封装的封册的像是尹威的探診卡 也可以去做留意 好我们一档一档来中砂的操作策略 好那中砂的话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是创高 但是稍微小拉回 那因为中砂他算是设备厂 那设备厂其实他的股性就是温和的 所以其实不用追高 那只要拉回首稳到月线附近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这几乎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把它缩小一点点 他几乎就是沿着月线往上走 沿着月线往上走 沿着月线往上走 这一次的话其实是因为大家都在跌 所以他就跟着一起跌 跟着大盘一起跌 但是无论如何 他也测到基线附近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创高的动作 所以同理而言 我这边的一个提醒就是说 他既然已经是短线上面创高 留了一个上影线了 所以不妨等他拉回测月线 守得住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逢低留意 如果资本基础没有往下修 他需必会反应 是那因为其实中砂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他三奈米已经量产了 那我们如果关注到的是台积电 如果在讲二奈米 甚至以下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是种啥 最大受惠者 我觉得是 万润 好 那万润跟红硕的话 如果方便帮我切一下 下面是切头信 因为其实他们这两档个股的话 都是COAS的相关设备厂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股性是比较偏温和的 除非真的台积电给他 突然给他点一下名字 突然变标股 那另当别论 但是以正常状况来说 他们是股性温和的 所以这两档个股 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 我们的头信做得特别好 只要头信有灌进来 股价就长这样 只要头信灌进来 股价就长这样 对 真的是这样子 最近头信又进来咯 对 所以他的股价也在这边 去做一个突破平台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长红棒 然后突破进行的新高 所以操作他跟着头信 对 其实万润的部分的话 跟甚至像是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星云 也长得是一模一样 我们马上来看星云 星云的话再说缩小一点点 到去年的五月就在这边 真的耶 只要看到头信买股价就很简单 那说明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台积电大概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开罚说会的时候 可是结果竟然 股东会那时候还要开股东会 然后结果没想到 怎么那个头信提前在五月先买好 而且在那时候先买好的时候 就已经先标一波了 偷看答案了 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一些 就是比较领先的研究资讯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就是跟着头信来做操作 那最近的星云的话 头信在去做卖出 所以不急着买它 等到哪一天 头信把它买回来的时候 我认为投资本可以做 搭顺风车的方式去做操作它 台积电来看他的小孩创意 那个创意的话比较 因为其实那个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是 市信已经创高了 那创意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这边的跳空 是因为他说 打说会的时候 他说他有两位大客户 先进的制程的量产 递延了 结果市场很无情的 给他爬爬下来 等下他补回来咯 是啊 没错啊 因为其实他说的叫递延 他不是说消失哦 而且如果就递延的角度来说 其实2024年反而会有更高的成长动能 所以不是不到 只是迟到了 对 所以其实如果就 那个创意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认为在这边 其实有一种底部 已经渐渐打出来的这种现象 那当然遇到那个 2000块的整数关卡 跟前高2015的时候 那是必须要去做增重的地方 所以至少这边算是一个 拉回首稳 那挑战前高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还有空间 OK 来 最后一档 尹薇 那尹薇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比较有趣一点 因为其实尹薇 他的股性也算是比较偏温和的 可是如果就他的先进制程 先进探针卡的测试的需求来说的话 是完全没有减少的 因为他也有测试在 灰打的那块 甚至像是AMD那块 也都有同持到 所以在这边 我认为他这个底部 已经是渐渐打出来了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刚好均线在这边 这应该是年线吧 红色 没错 红色年线的话在700块附近 所以假设他如果能够回测年线 然后甚至手稳年线 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底部 可以做一下保护 那回测年线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往上看到月线 他今天说757年线是700块 如果要回测年线是50块 如果看价格来说比较贵 可是如果看这个 就是回答的幅度 其实就是5%而已 OK 所以等看有没有机会 回测年线不过的话 就有机会像这几次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是 因为他这应该已经手稳 而且大抵完成了 了解 好 谢谢坤仁 请先回座了 这是下个礼拜四 台积电的法说会 在这一次 董事长刘德英将会 最后一次主持法说会了 除此之外 哪一些的关心重点 以及每一个细项 到底是多还是空 讲出结果之后 所联动的个股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告诉您 今年全世界的大选年 好多国家都要进行 大规模的选举 保守估计在今年 光是有投票权力的全世界 大概二十几亿人 这对于全球基金 全球的资金 将会造成哪些连锁效应 休息一下 永中老师跟您说故事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如果您能够咬这些 很像简单的 先接下来